限聚令和其他處所限制延長多兩星期 雖然酒吧一個月前還開 但仍然禁止樂隊表演 疫情以來最多人染病的24間酒吧 今天星期才陸續開 有好返的樂手指復工無期 決定回到菲律賓 譚曉彤和他們談過 兩個多月後才重開 被其他酒吧遲了一個月 見到有幾台客 最近都不會去酒吧 有些人情大分者你不知道 我是博 不怕 他有生活我都要生活 我不用錢他怎麼生活 同一集團四間酒吧 這個星期陸續開 全部人要良體溫 穿完戴口罩 尖沙咀這間台上有提示牌 叫客人保持距離 舞台上的樂器用黑布蓋住 沒有樂手 政府規定酒吧不可以有表演 樂隊成員沒有供給 沒有薪薪 但有病原康復的 反而不想上班 也不想酒吧開 但這次我會離開 我的家人擔心我 因此我願意回家 我真是 Digenovia暫時還住在公司宿舍 這棟大廈住了三十幾個酒吧員工 十一個人確診 Alex是另一個 出了遠都不敢鬆一口氣 歌手Matthew就樂觀點 酒吧群組出現四代傳播 有人沒有搭觸過酒吧都惹到 私人司機Askay 是被隔壁屋的酒吧女士應傳染 在香港工作了14年 她說在香港染病算是幸運 她說在香港染病算是幸運 香港有能力 令你回復 醫療的醫療非常好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全都是被困難 沒有人想被影響 沒有人需要擔心 友善電視記者談到淘寶島 一手掌握,友善新聞